新德宫照顾街友的工作持续多年 而原本的地点碍于地主要把土地收回了 不过这项服务要不中断怎么来做呢 几经波折寻找新的地点来重新盖起建筑物 而如今新的新德宫服务据点在今天检采 选在街友阿嬷林阿涵的逝世周年前夕 子孙完成盖庙医院 告诉市长陈居及议长许昆元等人受邀剪彩 出席贵宾踊跃象征对行德宫行善多年的肯定 阿嬷整个月都在社会里面 最困难最厥寂 有时候说起来有路没家的人 阿嬷整个月都在社会关心 我们也在这里我们高雄市政府 当然有两个基友 服务的地方 但是民政府是有限 民间的力量 这是可以说无限的 街友关怀服务从林阿涵开始传承 至今已经有第三代的加入 每天免费提供街友爱心便当的传统 要继续下去 而新的服务地点更具规模 我们不是仅仅做家友 家友是我们会议中一个业务 我们社会的旧杰也是都有在做 做客人 清涵做客人 不做三个 三种 我们都有在做 现在我也想说 家友不是仅仅吃饭可以颠便当而已 我的家友在这里 我现在想说要教授一些 较有爱心的家友 来对地方的环境 可以做出国险 新德功牵到新的地点 延续街友阿嬷的精神不变 感谢欧院主义宏 采访报道 感谢